今天我们考古回顾一下郑中基和RSA蔡卓妍那段档期回肠 从开始到结束都让人目瞪狗呆全程状况外的离婚大戏 详细屡屡时间线以及事件发生前后的各种复杂内情 也让大家感受一下曾经的娱乐圈有多么精彩狗血和戏剧性 一转眼RSA和郑中基已经离婚13年了 年代久远到很多新生代吃瓜群众都不知道郑中基和RSA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那一天,RSA和郑中基突然在香港召开了临时记者会 邀请了上百家传媒,双方公司高层也都到现场 记者会里两人一通神输出,把知道他俩关系的港媒狗仔都吓得不轻 桂圈发展地下情的明星多的是,一般官宣都是喜滋滋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 只有RSA和郑中基,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离婚了 这对非文传了六年但从没亲口承认过恋情,也没被拍到过任何约会画面的非文情侣 突然跳过官宣恋情步骤,直接用一场全球直播记者会昭告天下他俩早就结婚了,现在又离婚了 纵观桂圈上下50年,这种情况都是空前绝后,唯一一对 而且记者会现场两个人的表现每一针都堪称经典 南方先发言 承认四年婚姻结束的郑中基一开始强作平静 说着说着悲从中来,忍不住痛哭流涕,拿着纸巾抹眼泪 I.S.A.还在旁安慰他给他递纸巾来着 到I.S.A.时,I.S.A.看似很平静,但说话很伤感 说一人是没有隐私的,两个人的感情也不光只有彼此 影响到太多人了,所以不管是公开还是分开,都身不由己 比哭到收不住的郑中基情绪稳定些,但也忍不住哭了 对于离婚理由,双方给出了一个体面到吃瓜群众都不幸的说法 郑中基说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但又觉得分开对大家更好 离婚原因不透露,不过强调没有第三者,还说希望和I.S.A.当一世好友 最后记者会结束了,双方还合体给现场媒体鞠躬致谢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场喜气洋洋的结婚感谢会 对于这场高调的离婚发布会,很多吃瓜群众看完都很不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有人觉得既然当初因为偶像包袱连恋情都不承认,离婚悄悄的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那么高调承认,还办了一场画面极其感人的离婚招待会 全程二个人满脸泪水和不舍的样子像被棒打鸳鸯一般 原因倒是不难理解 因为当年I.S.A.和郑中基收到消息 媒体已经挖到了他俩在国外秘密结婚的证据 结婚证书也曝光了 与其被媒体被动爆出来引发舆论危机 不如自己主动承认打感情牌最大程度减低损失 目的我懂 不过离婚夫妻俩依依不舍的难过样子看起来又好像真是爱意还在一样 所以离婚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掉何的矛盾 让人不得不一边彼此还爱 一边决绝分开 了解一下当年的故事 再联系郑中基和I.S.A.的性格作风 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I.S.A.不用介绍 大家都知道 Twin是香港偶像黄金年代最经典的女团没有之一 几经风雨屹立不到 她和阿娇主打一个反差萌 阿娇看起来女神其实傻白甜 I.S.A.看着天真甜美其实很理智干脆 郑中基内娱对她相当没那么了解 但她不管背景还是实力都很惊人 属于老天爷追着强迫吃好的那种 虽然其貌不扬 但有个英勒圈超级大老亲爹郑东汉 如果说像左市港圈电影太子爷 郑中基就是英勒圈当之无愧的太子 郑东汉年轻时和泰迪罗宾组过 花花公子乐队 后来转幕后迅速成为巨星操盘兽 宝丽金 新一宝 宝一新 上华 福茂 Amy都被她掌管过 许冠杰 邓丽军 张国荣 谭永林 温拿乐队 徐晓凤 张学友 刘德华 黎明 Beyond 王妃 曹猛 曹猛这些一线巨星 都曾在镇东汉旗下 用巨星教父形容她也不为过 年轻时过于风流 到处留情 负面新闻不断 有传门 有传门 有传门说她出出道就和女助理发生恋情 还传出女方疑似怀孕花百万分手费做风口条件才摆平了麻烦 对杨谦华一见钟情疯狂追求 还以杨谦华生日为名写情歌 2月3日 送给女方示爱 终于打动杨谦华芳心 不过离谱的是 这段追很久才追上的恋情 短短三个月就破局了 而且是女方单方面公开宣布分手 至于原因 据传是太子姬绯闻不断 和张伯之传绯闻闹的 不过后来镇中姬有解释 当时张伯之和陈晓东拍拖 自己只是给哥们儿打掩护 真不关他事 管不管他事不重要 反正这段感情没吃回头草 分手之后就此作罢 这场分手对双方来说后一阵都蛮严重 也都和酒有关 杨谦华被拍到夜店买醉喝长岛冰茶 后来被写到歌里 成就了代表作 可惜我是水瓶座 算赢获得福 太子姬就惨烈多了 他分手后在飞机上买醉 喝多了闹事 和其他乘客打架发疯 搞到飞机被迫中途落地 甚至惊动了FBI抓他 这次惹祸的代价是罚款留案底 连爹都保不住他 没有音乐公司肯接收他 口碑扑到谷底 歌神接班人的大好前途 也是一夜作美了 好在他家底足够后 自己也在出大事后 终于学会悬崖了马改过自新 FBI事件后 太子姬告别乐坛转战电影圈 从低做起演喜剧 眼底曾小人物 半丑挨打什么戏份都愿意演 一不小心又被他闯出了一小片天 拿到过金像奖男配 暴龙哥 牛欢喜 也成了观众对他的昵称 事业上痛改前非了 感情上却改不了毛病 原本他和RSA这段故事很有希望成为浪子回头的经典爱情来着 2004年两人合作电影 追击八月十五 传出绯闻 虽然没任爱 但互动超级甜 爱磕过其堂的朋友可以搜索考古 素材多到磕不完 RSA说郑中基天生是个很搞笑的人 和郑中基拍戏每天就是吃和笑 从开工笑到收工 看到对方就想笑 记者问郑中基非闻恋情 他也除了没任恋情 其他都很大方 说很喜欢RSA的性格 RSA生病会一天发三通简讯关心 情人节会准备礼物 RSA也一样 每次被问到 何郑中基是不是在谈恋爱答案 就是不回答 但脸上永远带着甜到肉的笑容 房间都爱说RSA很理性 很精明 其实这段婚姻感情里的RSA 可以说非常恋爱大过天了 2004年何郑中基拍拖时 他才22岁 是如日中天的少女偶像 感情是禁忌 偶像师隔分分钟事业玩玩 但他还是偷偷跟郑中基谈起了恋爱 恋爱谈得很辛苦 为了不被发现 连约会都像眼蝶战片 RSA会钻到南方车后 相葬着进对方家 2006年郑中基在战略谈 凭借一首 无赖 收复失地 风光无限 几个月后RSA打印嫁给郑中基 和他在国外登记结婚 当时他也才24岁而已 怕婚讯曝光会影响到身边人 RSA连公司领导和阿娇等好友都没告诉 不带十万分爱意和冲动 这个除了担惊受怕没其他好处的结婚真没必要 可吸引婚四年期间 发生太多事 婚姻没能维持下去 发生啥事呢 其实也不特别 依旧是太子姬的各种花边新闻 婚变最大危机和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 这一年发生的事前天我给你们讲过 六个人的纠葛感情线复杂到 能烧掉吃瓜群众CPU的程度 AB和太子姬传飞闻AB和教主传飞闻AB 暗示和陈伟婷分手太子姬RSA官宣 离婚RSA陈伟婷官宣新恋情AB 微博对战质问RSA教主前女友 李菲尔自称恋情倍率 画面超级热闹 但时事求是说 虽然AB在RSA的感情故事里戏份过重 连续重叠了陈伟婷和郑中姬 她对RSA的微博质问也让人看不太懂 可要说RSA和郑中姬婚变得真正原因 并不只是某一个女生的介入导致 而是太子姬在那个时期 压根没做到收心准备 明明是隐婚人夫 却把自己活得像个风流单身汉 随时传出各种Date新闻 尤其这单罪未致命 2009年5月 有某五小姐出来站出来给媒体匿名爆料 把郑中姬卷入了该风波 该五小姐说 其中一个郑姓男艺人家里摆满了女友S女星的照片 办事时还要看着女友照片才行 媒体就这个新闻去采访RSA 彼时还以绯闻男女定位的RSA力挺了对方 说没有证据不能胡乱报道 对艺人形象有很大伤害 但同时也表示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定会分手 不能接受这重视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 RSA和太子姬频频传出分手 再加上混乱的人角关系绯闻 最终两人的关系没能再坚持下去 2010年3月 在媒体终于找到他俩国外登记婚书 准备报道他俩偷偷结婚的喜讯时 他俩给了所有人一个今天动得的反转 离了 他俩离婚时我个人是相信感情还在的 尤其正中机不舍和难过不是装出来的 但你要说他俩离婚可惜不 一男平吗 其实看完整个故事你很难替他们惋惜 男人的真爱和不专意可以同时存在 爱你也不耽误分开后迅速找到新人 2010年3月底在记者会上痛哭流涕的太子基 4月被发现和有限女主播余思敏来往 盛密发展出新感情 关系发展一日千里 短短几个月就从随便玩玩发展到了结婚生子 2011年1月ISA和郑中基办完了离婚手续 4月余思敏已经怀孕4个月 郑中基也公开承认了当爸爸的喜讯 7月郑中基公开承认迎娶了女友余思敏 娶其当爹双喜灵门 婚后这十余年正中基似乎也真的学会了收心顾家 他和于思敏生了一儿一女 平时日常就是晒娃秀恩爱 第二段婚姻看起来很稳定 让人有一种他和RSA是 错得时间遇上对的人的感觉 在看到他儿女双全家庭和谐的样子 对比RSA情路不顺再次分手 又有很多人把他和RSA总结成感情路上的赢家和输家 讲真大可不必 每个人对感情的准求和要求不同 对生活的规划也不同 有些人愿意无条件配合男方 在对方想要孩子的时候放弃本就不在乎的事业 为对方辞职生子全职太太 实现阶级跨越 不care其他 有些人却无论何时都享有一段公平户等的感情关系 如果RSA当年对感情忠诚度要求放低 再忍忍 可能很快也能等到男方玩够了收心当好老公好爸爸 但是没如果 他自己主动选择不愿意和放弃 那对他来说 那段故事的结束就是最遵从内心的决定 浪子后来回不回头 都莫所为什么可不可惜